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剪一个 小猪为了不被龙夫吃掉 跑去大城市谋生活 哪知道城里人才最喜欢吃猪肉的搞笑故事 咱们的小男主是一只几个越大的小猪 乖巧的他总喜欢跟着主人干活 这天主人在修理水泵的时候 小猪想去看看 结果掉下水井 主人被一飞冲天 然后一个坠落 一下被水泵给砸成了重伤 这一次事故 农场里的小动物都在为主人提心吊胆 一则是关心主人的伤势 最重要的是主人一旦失去劳动力 那农场就会解散 所有的小动物都会被吃掉 连小老鼠都在祈祷主人平安 该来的还是来了 农场没收入即将被抵押 小猪没脸 在家朋友们一切都是他惹的错 狗妈妈安慰小猪要振作起来 毕竟他也不是故意的 这时怕死的鸭子 说出的小动物们都不敢说的担心 农场没钱的话 他们都要成为桌上的美食了 为了筹钱 女主人准备带着小猪去城里演出 小猪依依不舍地告别农场 连小老鼠也钻进行李箱跑路了 小羊羔们大声祝福着小猪一路平安 鸭子哥也想偷偷跟着去省城 这才发现主人做的鸭子比自己能飞多了 好好遇到一群候鸟 鸭子哥才屁颠屁颠地跟着当小弟 小猪在过安检的时候认识了警犬小黄 小黄看不起向你来的小猪 对他大声吼叫 女主人因为被发现大动物坐飞机 被警察带走了 还好检验小猪是健康的 但是出来时一切计划都混乱了 女主人抱着小猪装作宝妈求受养 差点没把保安给笑死 悲剧的还是被赶得出来 好不容易找了个旅馆 但是小猪这才知道城里人除了喜欢吃猪肉 是没人敢养脏兮兮的小猪 小猪看着窗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牧羊了 衣不留神 行李还被猴子偷走了 在这里小猪认识了冒称外国人的黑猩猩一家人 有小猪的加盟 他们又多了一档子节目 这是表演吃猪头 小猪因为失误将黑猩猩一家人暴露 悲剧的女主人因为找小猪也被关进了警察局 小猪回旅馆时已经找不到主人了 他看着窗外想着农场的兄弟们还在等他筹钱 摇摇牙只能继续在城里打拼 另一边 鸭子哥这没出息的家伙 被一只蹄虎抱着来到的悉尼上空 刚一下陆地就到了一个靶场 差点没被人给打成筛子 吓得在屋顶不敢动弹 小猪躲在旅馆等主人不知道几天呢 只感觉自己好饿 没办法 只能跟着黑猩猩一家人又去找点吃的 在一顿游爱游 小猪遇到了一只快淹死的狗子 好心之下还救下了他 后来小猪意外发现 城市里的街道都是狗哥的地盘 吃的没找着 却结结了一批狗兄弟 黑猩猩一家人 生下了自己的黑猩猩宝宝 小动物们都在唱歌祝福着 歌声也被吓傻的鸭子歌听到 循着熟悉的歌声 鸭子终于找到了小猪 这老乡见老乡 当然是两眼泪汪汪呢 可下一秒 动物们因为知道噪音 都被城管抓走 只剩下跑得快的几只小动物 小猪逃跑时 还不忘救下的小鲸鱼 最后在小猴子的帮助下 才逃过逮捕 残疾小狗狗 舍不得家人 拼命咬着链子不放 最后眼泪倒在了大街上 还是小猴子和小猪的帮助 才救下一条小命 异常浩劫之后 这鸭子歌小猪小猴子 残疾小狗原略下来 小狗彼此灵敏 带着大伙 继续去找兄弟们 这边大猩猩 只能1325号偷渡着 小鸭子飞进监狱 耗着大伙 准备开始越狱计划 既然是越狱 不依靠管道怎么行呢 还好顿面是一个孤儿院 小宝宝们 看到这么多动物 喜欢的不得了 小狗自在回到旅馆 暴行之后 找来了女主人和旅馆老板 两人带着灭火器 不要命的一路丢烟雾弹 一路寻找小动物们 狗子和小鸭子 也出来保护自己的主人 在酒店的大堂 上演了一出 人与动物的挖室表演 客人们从来没见过 小动物们 还如此不要命的保护主人 很意外的是 酒店的客人越来越多 小动物的表演 拿来了更多的客人 为此小猪也赚了一些演出费 不得之后 农夫的身体终于开始康复了 农场演了劳动力 也终于演了井水可以喝 在小猪的努力下 农场顺利度过危机 他们也暂时不要被做成腊肉了 一部非常温情的奇幻动物电影 脚踝的鸭子哥 承报了所有笑点 当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危难时能伸手 帮助一下身边的朋友 生活或许才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来自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 奇幻电影 小猪宝贝2